今天巧心的事情 讓大家知道一件什麼事情呢 以後所有的網軍 我在網路上面公開的造謠 公開的散佈一些不實訊息 沒關係啦 你看戴偉三的事情 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沒關係啦 賴清德也沒有 也沒有去叫戴偉三道歉 賴清德自己都不道歉 怎麼可能叫他的發言 戴偉三道歉呢 所以從這兩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 台灣的小朋友好可憐 以前我們在學校 被老師怎麼教到 這個不實的訊息 你不可以亂傳喔 還有你要去看電視的時候 你要去有查證 你要有一個獨立思考什麼等等 以前我們上課在教獨立思考 現在獨立思考是什麼 反正側翼就是王道 側翼就是正道 側翼的訊息就是 真的訊息不是假訊息 因為反正北景認定嘛 好那北景說他們有查證 查證在哪 就問啦 你們有去問徐曉星嗎 沒有嘛 你們有去問洪孟凱嗎 沒有嘛 所有的人都沒有收到北檢的查證 那到底北檢查證的誰 他跟誰詢問了 沒有嘛 好那再來的話 北檢他有去找出所謂 你們說的跟拍的這個人嗎 也沒有啊 跟拍的狗仔在哪邊 你們有找到嗎 北檢有找到嗎 沒有嘛 那到底整件事情 北檢查證到哪邊了 我很好奇耶 他們的查證有啦 就跟這個網軍側翼一樣 他們的查證就只是要污衊國民黨 他們的查證就是這樣的查證 而且這個查證根本不需要半年啊 就是他這兩件事 不是在當下第一時間 你就可以查出來了嗎 那我連警方都可以去做判定了 然後這判決還有問題 這不是很奇怪 那歷史哥昨天其實有很多人 去做一些哭手 也發現到 但我是要先強調 徐曉星有說 他等到他收到不起訴訟之後 他會申請在意 所以觀眾朋友千萬不要緊張 那我們也希望申請在意之後呢 他說哥布林也不用開心的太早 這個事情還沒有結束 但昨天的網友已經在哭手了 他應該用的 我記得是這個 馬關條約嘛 發現了原版馬關 馬關條約 然後他說剛剛從光明會的台灣分會 找到了 說熊熊一看呢 發現當時的義和條約 也有蔡英文賴清德跟陳建仁的簽名啊 這當然是哭手 當然是去做惡意的物質 不過他就是故意要笑的一件事 既然你今天北檢都可以判 這件事沒有問題啊 不只是有查證啊 罪證不足啊 這簽名確實也他們 這份簽名也確實他們 他們去找出來 不管是在維基百科上面啊 或是過去在寫這些文件上面 確實是蔡英文賴清德跟陳建仁 他們的簽名無誤 所以這OK嗎 那另外這次大家就會講說 那現在天下第一檢 他的剁手是誰呢 當初就是因為辦高宏案子 案子配合度不高 不夠力被換掉了 現在換成誰啊 現在換成是當時辦林茲廟的檢察官不是嗎 這個喔 分幾個層次講 第一個呢 要先跟各位網友們報告一件事情 綠能你不能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喔 今天呢 這些無良公關 這些哥布林側翼啊 他可以在那邊造謠這些簽名 不是代表大家可以喔 你小心喔 大家不要忘了喔 大局為重成金喔 在告貴一個高中生 在花蓮的 馬上警察就去抓他了 到時候逼人家道歉喔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這不是人均皆可啊 他辦的案子就特別積極喔 那都辦別的案子 那就再說再說 大家不要忘了 現在台南還躺著一個議長案啊 今天這個台南市前議長 郭信良被查嘛 可是問題是議長會選案到現在 欸 那麼大的一個金額 全金就1000萬的 然後他150萬交保 邱莉莉到現在 林智展到現在有事嗎 完全沒事啊 所以這簡直是 就誇張荒謬到一個極致嘛 那話說回來喔 大家要想一個問題啊 就是他們這個樣子的 查證叫什麼查證 就是說原來只要查證 這個簽名就是真的 所以呢 我把它貼到任何地方啊 都是可以的嗎 那當然是不行的嘛 因為為什麼 今天無良公關可惡在哪裡 他可惡的地方是 他把別人的簽名 移植到一個文件上面 然後說這件事 就是這些人做的 人家沒有做 然後你把這個簽名移植到這上面 然後呢說這就是他做的 這是哪門子的查證 就查了簽名不查文件 是啊 所以這檢察官簡直是荒唐嘛 我已經直白的講 台灣的司法已經死透了啦 為什麼 如果下一任啊 上來的還是民進黨的話 我對司法是完全沒信心 大家想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自豪說 我們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是民主燈塔對不對 我們要我們的民主同盟向前行 對抗中共的專制暴政 好我就問一個問題 請問哪個民主國家 檢察官 檢察總長跟大法官可以是夫妻的 哪一個你說說看嘛 可以這麼公然的 然後搞這種事情 然後就過了耶 大法官過了耶 我們連哀嚎的聲音都沒有啊 我們想哀嚎 然後民進黨就火車過山 那種棒棒棒棒 就給你撵過去了 怎樣告別回家 旺旺旺 沒轍啊 這就是現在的民進黨嘛 他現在根本不在乎你的感受 他現在根本就直接擰過去 檢察官甚至不起訴 完全看他自己來判案 他就是這樣搞你啊 包括我前陣子被人家 告這個所謂的妨害名譽 搞了半天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有所本然後影片也附上 哇還要傳這個證人什麼 就一直搞你 這個案子無限制延伸 我就想這檢察官到底想幹嘛 他到底要那麼多久我不知道 那我們都有詳盡查證 他這個叫詳盡查證 不是笑死人的 我連影片文件 當時照片通通都有 然後通通付給檢察官 哇他還要叫我去找這些證人 一個一個出來對質 這簡直是荒唐 所以他現在就是看人辦案嘛 看事辦案嘛 所以我真的要奉勸大家 千萬不要模仿 因為你模仿 你看起來很好笑 接下來你真的會笑不出來 很煩 真的很煩 他一定會搞你喔 那再來我要告訴大家 另外一個事情啊 就是說剛才講到說 這個什麼到底誰是韓粉什麼 哎呀這沒有什麼好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你你可能都是韓粉 為什麼很簡單 對塔律班的邏輯來講 只要不支持他們哥布林啊 你人均是韓粉啊 所以大家也不用分離我了啦 我只要告訴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說今天我們的目標 目的其實很簡單 我們希望國家撥亂反正 我們希望國家回到正軌 所以我們希望 在違法亂計 踐踏司法 壟斷特權的民進黨 可以下台 那為了這個下台的目標 是什麼粉或是誰有很重要嗎 對 這才是重點嘛 我們好像到現在 大家一直分化你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狀況 其實他分化你是最簡單 我好早好早以前 好幾應該上上個月 就提出來一個說法 叫軍品卡嘛 雖然這個軍品卡 現在有點失衡 現在柯市長確實比較高 侯市長比較低 可是再怎麼樣 你只要掃一票 你就是輸 大家不要忘了選舉的秘訣 選舉的密碼在哪裡 韓市長以前說過嘛 票高的贏 票少的輸嘛 我賴清德只要贏你一票 我就是贏了 那照現在推估 以他的這樣的一個民調 35%到40%之間的一個狀況 那以他們的投票的動員率 民進黨的鐵粉是非常鐵的 尤其像我們家人很多森綠的 我都去問完了 那他們就是早早決定都要投票了 不投票才是新聞 那告訴大家 他們投票率至少出估最低最低啊 8成5到9成 那都還是低估 就我以前的了解 大概9成5啦 譬如說在我看 我們家高人從來沒投票過嘛 2022年陳其邁就躺著都贏了 然後他還跟我說 欸我這個明天 我要去打高爾夫球 我早早8點半就出門 我不投票了 然後結果11點 我媽媽打電話給我 你去搶了嗎 我說怎麼辦 欸你們把他拔炸炸給去 倒閉就跑出來了 我說欸還不是去投票 這就是他們的動員力啊 他們的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信念站 因為他們投的不是輸贏 他們投的是信念 他們支持的不是人 他們支持的是一種信仰 耐眼 帶出來的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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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Y 9 7